不要了 好啦 不要吵喔 現在要講那個 Final Apartment的鬼故事 開始講了嗎 開始啦 今天詐問你答應 真的是鬼故事是我朋友的姊姊發生的 發生在他們親朋友 就是他親戚 他姊姊一個印尼 我印尼朋友的姊姊發生的事 他住在Finder Station 有一個Apartment 他是Apartment 結果啊 他姊姊 我就覺得很恐怖 他姊姊跟他踏成一起住 然後結果 他姊姊有一天晚上啊 有一天下午 他姊姊在化妝室 在洗臉的時候 他就洗洗洗 他就覺得奇怪 他感覺到有人在看他 他可以感覺到 他在廁所的 我不要你 結果他就洗臉 他可以感覺到有人這樣在看他 結果他就看鏡子 結果看到一個男生這樣子 嗨 這樣子 嗨 而且是微笑 嗨 這樣 一個男生 結果他姊姊就覺得很奇怪啊 可是他姊姊看到鏡子 可以看到他轉過去 然後那個人就不見了 他姊姊就覺得怎麼會這樣 這是他眼花嗎 結果 結果 然後之後他就出去 就問他那個Cousin 因為他們有三個人一起住Apartment 他姊姊 他Cousin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朋友 那個朋友是男生 然後他講說 在跟他招手 那個長得很像那個男生 結果他想說 欸 那個人呢 他在不在 我忘記他的名字 他想說 喔 他不在家啊 他姊姊就想說 可是我剛剛在廁所看到一個人跟我招手欸 他Cousin想說 你看錯了吧 結果過兩天之後 他姊姊又在洗臉 然後又感覺到 他又感覺到 有人在跟他那個 結果他就看鏡子 又看到那個男生 這是那個男生沒有招手 是這樣再看他 這樣 然後面帶微笑 再這樣看他 他姊姊就很害怕啊 所以他就跟他Cousin講 後來他Cousin也看到那個男生 然後結果他們就很害怕 然後就有一次 他姊姊在煮飯的時候 他Cousin坐在這個沙發 然後這裡是 一個桌子 結果 那個男生就站在旁邊 他跟他們說嗨 這是其中的故事 蛤 那真的欸 我講完了 就那個房子裡面有鬼啊 所以他們怎樣啊 他們 他們準備現在要搬家啦 在Finders 他們不怕 怎麼那麼冷靜啊 他們很怕啊 可是能幹嘛 可是那個男生 看起來 就是 可是我覺得這裡還好 還有另外一個很恐怖的 我講完一個了 你要換下一段嗎 要暫停嗎 嘿 我開始囉 就是他也是我朋友的朋友 我們班朋友的朋友 他們都是印尼人 快沒電 可以用我的 然後之後 他們兩個人一起sharehouse 兩個男生 然後就有一天晚上11點多的時候 有一個其中一個男的 他在打assime 他在寫assime 他在寫assime 他還沒寫完啊 可是他其中一個朋友已經去睡覺了 然後結果 然後就打打打到12點多的時候 他朋友就突然出現在旁邊 他說 就問他說 你做的怎樣啦 然後 你怎麼還不睡覺啊 然後他朋友這樣說 我快打完 你不是去睡了嗎 你幹嘛出來 他說我來看看你做的怎麼樣 他朋友說你不用擔心我 你趕快先去睡 然後在打assime的那個人啊 他就在轉筆轉筆 結果他筆掉了 他就玩下去撿 結果你知道怎樣嗎 他玩下去撿之後 因為他頭要低下去 結果他看到他朋友沒有腳 他看到他朋友沒有腳 他就很害怕 可是他要假裝鎮定 然後他就跟他朋友講說 我好累 我不想坐了 我想要回房間了 結果那個男生 就是他那個朋友 就想說 你是真的累了 還是你已經發現了 哇 然後 然後他朋友 你知道怎麼會這樣嗎 其實那個人根本就不是他朋友 那個人不是他朋友 因為他朋友 然後那個 然後那個男生想說我是真的累 然後他就跑去那個人的房間 他真的在睡覺 也會說那個人 是那個東西 然後他臉 變成他朋友的臉 我講完了 恐怖嗎 好恐怖 哇哇的 他朋友發生的事 真的 可是講了就很恐怖 都失眠的事情 而且他是真的 而且那個人還這樣講 而且 我朋友就很想說 我朋友就很好笑 想說 奇怪那個鬼也會講印尼話喔 我會講印尼話 因為他們對話是印尼話阿 然後他就 他就講說 你是真的想睡了 還是你已經發現了 就很恐怖阿 他就沒有腳 他就只有上半身 這是叫人家晚上不要寫ersay 就是 以後你朋友進來 你要看到有沒有腳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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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 我完了 可以換另外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也很噁心 我覺得 可是也還好 我看